好 大家好 我是建平老師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在圓形上面拉透式 好 首先呢 你必須要先畫一個圓 好 那我今天要教的就是 拉透式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圓呢 怎麼樣變成一個立體的圓 我們常常有看 我們在畫素描的時候 常常我們會拉一個結構 結構線啊 或者是很多的造型 那當中就有圓形 那圓形的話 我們又希望它可以有立體感 那這樣子的話方便我們可以在上面去做很多的造型 而且它可以區分我們的形狀 那甚至有很多的頭形呢 也是利用圓形去 先拉出一個基本造型 那甚至它的方向感 譬如說它是朝這個方向 朝這個方向 朝這個方向 我們都可以利用拉了一個所謂的輔助線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它的造型到底方向性是什麼 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圓形了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出這個圓形 這個立體感的效果呢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 我們如何畫出這樣的效果 首先呢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先不要急 因為我知道說有很多的同學是 剛學習畫畫 那畫畫的立體感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比較吃力 但是我們就是慢慢的把它練習好就好了 一個圓形怎麼樣變成這樣 我們會從幾個面向開始來討論 一個部分是說 我們最熟悉的像碗 有沒有 這個碗它就是屬於半圓形 好 那麼 從我們這個造型當中可以看到 下面這個圓切一半 它就是一個碗的形狀 我們在上面如果把它加回去 它就是一個圓了 對吧 它就是這樣 好 一個半圓 如果呢 我們完全正面去看它呢 它就是切一半 但是你稍微有一點點角度 一點點45度去看它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45度去看它的時候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圓形呢 在 這個面 它其實圓形 是頗半的 對不對 圓形頗一半 在 圓形頗一半 在一個角度上來看 它還是圓形嘛 是不是 好 我相信這個 目前講的對一般畫畫的人來講 不難 但是對於剛學的人來講 它很難去抓到一個基準的位置 所以我必須要從這個很 細微的一個概念 想像 你必須要去想像 一個圓形呢 它就是兩個碗 很像是兩個碗一樣的去把它湊在一起 兩個碗湊在一起 好 好 那麼 這一條線就出現 一個圓裡面 的這一條線就出現了 這一條線就出現了 為什麼是這一條線或這一條線呢 因為 它後面是透明的嘛 所以我不加中 我只加中前面的 前面的線 好這應該到這裡都還蠻好理解的 如果說呢 我把 這一個跟這一個兩個相加 這個面跟這個面相加 就是讓它擺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這個 這個形狀 好 講到這裡 是一個基本的概念喔 好不好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練習 一個圓形 然後我們從正面開始 正面 從正面開始 我們的方向呢 上下左右 還有 45度呢 比較難一點點 但是 等一下我們 會稍微 簡單的 介紹 好 如果說 你的圓 往這個方向走 好 那我們一樣先畫一個十字 好 一樣 我們全部先用45度來去看它喔 45度 的一個 一個 一個碗 好 正面不變 所以呢 它就會是這樣 對啊 好 如果說這邊我們把它加重 很像如果我們把它當眼睛好了 眼珠 正面的眼睛 然後45度就出現了 45度 好啦 那 我們試看看 如果到側面的話呢 到側面的時候你的這個圓啊 已經 又走到這裡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你這條線在哪裡 這條線在這裡 所以它跟邊邊已經 融合了 你看不到它 它跟邊邊融合 好 所以 如果我們把它當眼睛的話 正面 然後它就看到了 右邊45度 再加上 側面 這樣 好 那我們繼續講下方 如果是下方的話 下方 好 一個圓 好 一樣喔 45度 它 看下面 所以你的圓形在這裡 你 你的這一條線要畫比較用力一點 這樣 好 所以呢 你的十字就會產生在這裡 好 再回到我們最早來講的那一個 它是個碗 它是個 上面半圓形下面半圓形的一個東西 組合在一起的 好 所以 你要注意的點在這裡 盡可能的你在畫的時候啊 你的中心點 當你要拉一個弧度 你的這個中心點盡可能的 讓它回到中心 我們再回到上一頁 看 看 當你在 當你在 拉這個弧度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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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們 有一個 隱約的 中心線 它有一個隱約的中心線 好 這個中心線的點啊 那 盡可能的 當我們在畫的時候 可以再回到 這個起始的位置 如果說你沒有回到起始的位置的話 它會不像 舉例 譬如說 我們原本 我們要拉一個弧形 上面也好 這邊也好 那結果我拉的就是這樣 我沒有 找到這個圓的中心 我就拉這樣 然後另外一條呢 我又拉歪了 拉成這樣 那麼 它就比較不會有一個立體感的產生 它沒有那個效果 你現在拉的是 一個圓的 中心點到中心點 中心點到中心點 你要把它拉好 拉好的時候 那它的立體感自然就會出現 那所以這個部分 是同學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從它的中心點開始 去 拉到另外一個中心點 從中心點 拉到另外一個中心點 好 好 所以 我們再回到 這個 下方 好 同樣的 如果說你今天要畫到下面 好 那跟它的狀況會是一樣的 軸線不變 但是呢 你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線已經到它下方了 眼睛已經看到正下方去 看到正下方 已經變成是這樣了 好 看到這裡去了 好 所以呢你就可以做這樣的練習 就是 從 正面 往 右邊看 再往 右邊看 從 正面往下看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好 那當然 我們的 我們的 左邊跟上面 跟上面 是一樣畫無盧的 好 那這個部分 就留給同學練習 那45度怎麼辦 45度一樣 我們先拉一個圓 好 我們來拆拆看 我們先拆它的這個 眼珠的位置 如果呢 這個正面往下看 那麼漸漸往下看 所以它的眼睛是漸漸往下看的 那麼眼睛往 右看 它漸漸往右看 那麼45度眼珠會往哪看 會 往45度看 如果以這一邊來看 跟以這一邊來看 有沒有 它正面往下看的時候 它眼珠在這個位置 45度往下看的時候 眼珠在這個位置 所以當它有一個交會的時候 基本上眼珠45度就出現了 大概在這個位置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一個透視法 我大概 會帶到一點點 這個正面 正面 往下 正面 往右 所以呢 它就是 下 右 下 對不對 它不是在正面 也不是在下面 也不是在正面 也不是在正右 它在正 右下方 好 那 十字呢 怎麼辦呢 它點在這裡 所以呢 它的這個 這個 弧度它就偏 偏 偏移了 它就偏移了 它就偏移了 好 那我們把 這個 弧度拉出來 眼珠就在這裡 好 這就是 45度 45度 稍微 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它是 又要結合 往 右看 又要結合 往下看 所以 這個東西 往右看 又往下看的 結果 加在一起 就會變成 這樣 往這邊看 好 好 那 所以就會看到 它的中心線 就會跟著跑 它就會跟著 傾斜 傾斜 正面 側面 它就會跟著 傾斜 原本正的 橢圓呢 就變成 躺 有點斜的 橢圓 原本平躺的 橢圓呢 它就會 變成 有一點點 這樣的角度 它原本平的 變成這樣的角度 好 那 這個45度 稍微困難一點 那麼 同學要再多加練習 好 那最後提醒一下 就是 當你們在畫這個 一個圓 一個圓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橢圓程度呢 會影響到它的立體感 一個橢圓程度 一個橢圓的程度 橢圓的厚度 會影響到它的立體感 所以 有些同學 它會 比較 比較敏銳的去抓到 呃 一個圓 它的一個立體感 但是有些同學 它可能 就沒有辦法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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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墜 所以 它就會變成說 如果我說 它的橢圓抓得很小 好 注意看喔 這三個都是立體的圓 這三個都是立體的圓 但是 它們的角度就會抓得不一樣 所以 呃 你們在畫的時候 要注意它的這個 角度的變化 如果說 如果說 我們今天是要抓 45度 所謂45度的話 一個圓 原本沒有角度看正面的時候 它是 垂直的 但它45度的時候 代表它是一個 一個 一半的概念 因為一個圓是90度嘛 那 從 這裡去看的話 它就是45度 一半的概念 那 一半的概念的時候呢 你的 畫圓的 那一個 點 在比例上 以這個為中心點的話 你就必須要抓到一半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半圓才會 比較 比較 比較像 比較像45度 比較像45度 抓到 一個圓的一半 如果你只有抓一點點的話 那可能是15度或者10度左右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的注意 抓圓的一個角度 抓圓的一個角度 會影響到 它實際看起來的感受 所以我們會用它的比例 一個圓形 一個圓形 從圓形 用眼睛去看它的時候 如果說 我們這樣子去講 這個就是它 看不到 這樣 這個就是它 好 好 那 你從這裡去看的時候 這個一半 就等於是你轉到這裡的這個一半 這樣的概念 所以當你畫一個圓 所以當你畫一個圓 要看45度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抓一個一半 要抓一個一半 你這樣才會是45度 從頂端來看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這樣 90 90 45 對不對 所以當你要抓的時候 一定是抓 一個角度的一半 我想這個的話 數學課好像有上過啦 所以這個部分 我只是先提醒一下 好 我今天 大概講解一下 這個圓形 跟它的切開來 這個透視的感覺 那麼 我覺得應該講得蠻清楚的 如果說大家還有不了解的部分 請在下方留言喔 然後 我每個禮拜 在五晚上 都會在 FB 上面直播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那一樣歡迎大家來上課 我會陸續的推出這個 非常基礎的造型 的一個 概念說明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一定要訂閱我喔 好 那就這樣 我是劍萍 我們下集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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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合 我們下集! 我們下集完 或者是 我們下集完 的